贵会 张小强 你如果能算出这道题的答案 我就让你参加篮球队 否则我第一个反对 很简单 答案是五位的三四方 轩叶 是你告诉她的吗 没有 拜托 这种题目需要我哥出手吗 首先 连接AC和E点 在右侧做一个投影 以至第一条切线L的斜率为K 那么L号Y的比值 就等于KX乘以根号KA的平方 回答得非常详细 但是我可得给你提醒一下 参加篮球队 不能耽误了学习 您别激动啊 老师 篮球社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 我也就手滑报个名试试 但愿如此吧 像这种影响学习氛围的社团 还是少一点的好 坐下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校长 情况就是这样 我没能招满五个人 不过咱们学校大有人才在 只能怪我能留线 缺乏个人魅力 没能吸引到足够的男生 虽然你话说得很奇怪 但既然这样 篮球队就没有办法成立了 很遗憾 男夏同学 不过呢 我们第五个球员 马上就来了 小强 你觉得苏短夏这个人怎么样 卑鄙下流 不择手段 简直就是个女模特 我是说 她除了这些缺点以外 怎么样 如果我参加篮球社团的话 她会不会误会我喜欢她呀 哥 你比我跳火坑就算了 你现在自己也要跳 完了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这个丫头了 怎么可能啊 去年发生的事 队里人都误会你 而且苏教练走了 蓝球队也解散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吗 对啊 走吧 还有时间 军业 你怎么来了 校长 我申请加入青梦篮球社团 请您通过篮球社的建立 暖夏 原来你说的第五个球员是军业 你之所以一直不招收球员 就是在等我 小消息 反正咱们现在是一个队了 宋兰夏 我加入篮球社的事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我恐怕办不到吧 别抖寸尽致 记得来参加训练啊